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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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現其實也算可以 因為畢竟是漲的 但問題是你從這幾天的盤勢 你可以發現到台股這兩天 它在亞洲股市裡面是最強的 為什麼 你注意看 台股今天最高漲90點 目前流上影線 目前大概漲30幾點左右 對不對 昨天台北股市也漲30幾點 尾盤的時候稍微 最後一筆稍微跳上去 對不對 可是你注意看 亞洲股市昨天都跌 今天亞洲股市它也都在跌 是不是 所以當整個亞洲股市都還沒有動 可是你台北股市還在漲 那算強的吧 是吧 可是問題是 就算你台北股市算強的 那你現在來到8月份以來 這個區間盤整區 到目前為止 你還是沒有越過 那今天又留了上影線 到底這盤是要漲還是要點 到底漲要點 好 我們來仔細看 你今天看我節目 我跟他講 我跟小老師不一樣 我們不會說盤到底怎麼看 盤也看不懂 每天都跟你講漲停板 那從整個7月份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講這盤是片線嘛 所以那個時間點我就跟他講 這地方你不要亂做 也不要亂做 結果打下來之後 來到11月初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開始11月有機會呈現足底洗衝嘛 那這個盤呢 我們就是等待低階減便宜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不是一路做多或一路做空啦 高檔有賣 低檔呢 該買回來 我們還是會買 董事長 好 那各位 那我們的理論依據啊 都是根據國際股市跟國際金融 所以呢 未來的盤 它到底是漲是跌 慢慢的我們還是要從這個方面呢 去慢慢的去把那個理論依據找出來 好 所以呢 後面的盤怎麼看 好 我們直接來說明了 你注意看 今天亞洲股市也都沒有動 上海嘛 在平盤附近嘛 日經也跌嘛 昨天也跌了嘛 那上海南安股市最近那個 進空率啊 震盪很大 震盪很大 可是呢也沒有上去嘛 對不對 這都是用人為的 控制去做啦 那我說句說 那個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啦 還是要從金融面去做 可能會 不管你是要互盤還是什麼 你要從金融面去做 會比較有利啦 但是問題是這個東西 就很討厭啦 你又受制於美國的一個 金融的一個操作嘛 所以你也不能有太大的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就從 目前的盤勢裡面來看 你看 昨天美股有動 那目前呢 大致上也在維持在哪裡 這條是季線 我們再多加一條 半年線 大上就在半年線附近嘛 是不是 你看還是沒有量啊 那科技股有稍微好一點點 算是有站上半年線 但是能站穩現在不知道 那廢半呢 半年線還沒有碰到 是不是 好我們再仔細看喔 美國股市的漲 當然對全球股市 它是一個領頭羊啦 每股漲跌都是全球的指標嘛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啦 當然問題是你仔細看嘛 這是德國股市啊 德國股市現在來到月線位置去啊 季線沒有過 半年線都還沒過 那這是大漲嗎 沒有啊 這應該算是什麼 跌升反彈嘛 你看啊 巴黎指數 法國巴黎指數呢 昨天還在跌 南岸股市呢 最近震盪比較大 因為進空令的關係嘛 空單要馬上回補 進空令還八個月 所以呢 一漲漲了5% 可是昨天跌啊 今天又沒有上去 所以到目前為止你會發現啊 這個季線也都沒有上去嘛 所以 你從全球股市的角度裡面來看 目前沒有 還沒有看到攻擊盤啊 如果你全球股市都還沒有動啊 那只有什麼 美國股市表現好一點啊 對不對 美國股市表現好一點啊 重點是 美股有沒有機會繼續再攻嘛 關於這一點 我們這點有跟各位講過 我昨天是怎麼講的 我昨天講的 內容是 下坡攻擊時間點 我認為應該是落在11月中旬附近 對不對 好為什麼你看喔 昨天美股為什麼會這樣 昨天有聯準會官員出來講話 有三個官員啊 什麼什麼什麼聯邦銀行總裁卡什卡里了 還有一個是鮑曼 另外一個是羅根 其中鮑曼還講啊 重申自己還是支持再升息一次 有沒有 其實 目前升息跟不升息的狀況 12月升不升息的狀況 其實 好壞都有了 但是還是有人認為還要再升息 可是那美股就是漲啊 它為什麼會漲 就回到國際金融這一塊嘛 你看嘛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就算 你有聯準會的官員說要漲 可是它並沒有大漲啊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呢 昨天還跌了1.8%嘛 它現在來到4.55 那離前低呢 4.52 差不了多少 那前兩天的時候還有破嘛 盤中有破一次嘛對不對 好那各位你去看啊 為什麼我說你今天去看這個牌 你要從國際金融的角度去看 你看喔 從今年的7月份開始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差不多來到3.7左右啊 它就一路漲到5啊 有沒有 所以呢 它就造成什麼 美國股市呢 從7月份的時候呢 它就一路跌嘛 有沒有看到 這跟公債殖利率有關啊 結果呢 美國股市呢這一段就一路跌啊 是不是 那你最近呢 公債殖利率跌下來的時候 美國股市不就是有漲嗎 是吧 所以公債殖利率的看法重不重要 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講啊 公債殖利率又牽扯到什麼 牽扯到美元啊 你看嘛 公債殖利率當初 從7月份開始漲的時候 美元就開始一路漲啊 是不是 當美元一路漲的時候 我問你嘛 我那時候為什麼跟他講說 台北股市高點到了 你要小心 有沒有 這都跟國際金融有關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公債殖利率呢 已經來到前提位置這邊走震盪嘛 那我也跟他講啊 預計啦 這地方要持續在大漲 你說要創新高 最起碼你短時間你也看不到啦 你短時間看不到啦 原因在哪裡 因為最近公布的一些數據 什麼非農新增就業人數啦 失業率創兩年新高 初領失業就經濟人數呢 創六個月的新高 就代表了說你經濟好像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好 沒有好消息就是 沒有好消息 應該說老 壞消息就是好消息 這造成什麼 大家認為說啊 聯準會應該不會再升了啦 目前看起來 12月的升息機率 應該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就美股的表現來看 美股你說要再破前提 目前也看不到嘛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我跟他講 我昨天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 以美股來看 現在來到半年線嘛 你半年線是前面套牢區啊 你如果說你沒有去供前面套牢區 你說台北股市要去供前面的套牢區 要突破這盤局 也不可能走獨牆嘛 是吧 應該沒錯啦 所以我這幾天就有跟各位講啊 為什麼我們來到11月份的時候 這個地方我們要開始偏多操作 第一個嘛 11月2號我就跟他說過啦 我那時候在拉S裡面講啊 一個是10年級公在殖利率破前提4.52嘛 前兩天有點破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美元要破105.3嘛 最近也破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當這兩個 他沒有讓你看到再強勢 反而是走弱 當然股市要漲 這樣很合理吧 我們跟他講這個邏輯上面的推敲啦 不是說啊我認為多就是多 我認為空就是空啊 我不重要 國際金融比較重要 OK好 但是我昨天有跟各位講啊 接下來到底會不會走攻擊 我11月2號就有跟他說過了 你全球股市可不可以扭轉空為多嘛 關鍵在11月中啊 到現在為止你就會發現 歐洲股市都還沒有動啊 南韓股市呢 現在連續線還沒站上去啊 你台股比較強 現在站上半年線 是不是 如果說國際股市都沒有漲 你說你台北股市要繼續漲 那不太可能啊 但是我昨天就跟各位說啦 因為你11月14號 就11月中的時間嘛 你要開始公佈CPI啊 那現在大家都認為說啊 你到底12月升不升息的問題 如果你從公債殖地域來看 市場都認為啊 應該不太會升 應該是不太會升 那後來後面 所公佈的一些經濟數據 我也認為 12月可能那個機率還蠻大 好為什麼 昨天我跟他說過啊 公佈CPI最主要的指數 你要去看油價的變化嘛 10月的通膨還稍微有起來 是因為9月油價 從當初的75 80 85 漲到92.4啊 可是我們會發現啊 最近油價都在跌啊 有沒有 中東衝突他沒有上去啊 因為沒有擴大到伊朗嘛 所以呢他還在跌啊 可是現在這是11月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 11月14號公佈的是 10月份的油價 你11月份的油價也沒有上去啊 他的成本在哪裡 大致上在88塊多了 好所以呢 從92塊又開始降下來 他沒有降很多啦 所以我預計啊 照理說你說 他有機會帶動美股呢 大幅大幅增温 那個機率 就應該不是那麼大 或許有機會還在那個 前期的那個數字 在那邊稍微跳動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增很大 油價又下頂 所以我就說啊 照理說啊 現在11月 今天11月8號了嘛 對不對 11月14號公佈CPI啊 如果CPI沒有上來咧 照理說這個地方啊 他就有機會帶動美股呢 再漲一次 好再漲一次 而且15號這一天啊 他是期貨結算嘛 下禮拜三是期貨結算嘛 啊到底這裡一方有沒有機會拉高 各位 你從這裡看就知道了 我就跟他講啊 外資操作都跟美元有關啊 那美元也沒有上去啊 因為你公貸殖利率跌下來啊 所以美股上去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啊 外資的期貨倉位 原本在上個禮拜來到負的 13000多口嘛 創一年來的新高嘛 結果這幾天你看 多彈已經增加到7900多張了 7900多口啊 有沒有 那我問你嘛 後面還有沒有機會找 有機會啊 你15號期貨結算啊 你現在外資期貨倉位在增加 有沒有在這裡增加了嘛 啊這裡增加難道這裡殺自己嗎 機率不大 但是我有跟他講過喔 這一段期間裡面 你就要注意什麼 欸 臺北股市會不會有那種 稍微有一些壓盤洗盤的動作嘛 所以呢 我跟他說過啊 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11月先低階 12月等收割 有沒有很清楚啦齁 好那重點來了 前一年我就跟他講啊 12月我認為他一定會有行情 為什麼 因為法人要作帳 但問題是 法人要作帳 我們現在去思考的是 法人你要拉什麼股票啊 對啊 你作帳的方向 他到底在哪裡 好 這一點我們就必須要從 整個市場的結構來看 我們來仔細看齁 台股今天開高嘛 那現在留上影線嘛 我就說上影線也不是很長啦齁 那最起碼你指數還是漲 但問題是你現在指數來到前高位置區嘛 但是來到今天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今天有些股票啊會讓你看到什麼 你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搞的 那盤還開高啊 有些股票跳空大跌啊 有沒有 那這些股票呢 都是屬於高檔的股票嘛 有沒有一根就跌下來 你看去追高沒有用喔 你看追高沒有用 你再仔細看喔 台聖科也是一樣啊 今天早盤就跳空大跌啊 先跌啊 這也是先漲上去的股票都跌下來嘛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嘛 綠金光早盤也大跌啊 有沒有 那這些股票呢 都是先漲上去的股票 今天都跌下來 你看齁 前年也是一樣啊 昨天創新高咧 大家都有 每次漲的你都有 結果建議一個跳空下跌 有沒有 連永遠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那可見的 你去試想 這些漲多的一些股票 尤其是比較偏高價的股票 誰最多 不要跟我說賞戶最多啦 你要買高價股喔 除非你資金非常大 是另外一回事啊 你資金不多的 頂多融資買個一兩張而已啦 不要說一兩張啦 三五張而已啦 那現在有這些高價股最多的 幾乎都是法人嘛 是不是 但如果你是這些法人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對於這些比較屬於那種 漲多的股票 他開始先賣 為什麼 我跟你講 如果這些股票 你要去撐到12月底做賬 還好久啊 那很難撐啊 那可見有些個股已經漲上來了 那漲上來之後呢 他們開始有一些 獲利調節的動作啊 他這些調節的動作 他最主要是要去買什麼 買還在低檔的股票啊 那這樣子才能夠去 把這個整個盤面的輪動 把它推上去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整個法人面 就像我今天測標寫的 高低位階的股票 他目前正在做資金的移轉 他做資金移轉的目的 他是為了要為12月的作戰行情 去做準備 那當然你問我說 老師那這樣的話 那我要買什麼股票 好我們來仔細看啊 因為今天有些高檔的股票 是不是會先跌下來 已經有人在稍微賣 你看都有量嘛 對不對 只有那麼大的量 一定是法人啊 可是呢 資金移轉會移轉在哪裡 我們來仔細看� 今天AI的個股好不容易動啊 對不對 你看齁 台北股市漲了七八百點 好不容易動起來啊 今天叫做大賺嗎 有沒有 好啦 就算你最低點給你買 我說句話 你每次都跟我說你買到最低點 老實講我也不是很相信 說不定你每天買嘛 是不是 可是你想想看啊 你從高點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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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現在為止 你還是在等解套啊 真的啊 你還在等解套你看 一大段啊 你還在等解套啊 如果我們就從AI的個股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喔 這幾天AI的個股先動什麼股票 先動衛生啊 你看 漲不到一天半就跌下來嘛 對不對 因為你遇到錢都到牢區嘛 大家有些獲利的嘛 就開始賣啦 然後呢 第二天他談什麼東西 談見準啊 結果呢見準也是一樣嘛 談一天之後呢就壓回 今天就算你在漲 他也留上影線嘛 為什麼 上面套牢的人實在太多啦 到現在融資打死不退啊 所以一上去就遇到解套賣壓 一上去就遇到解套賣壓 當然除非你買最低點啊 這市場老是都是買最低點啊 為什麼他們會說他買最低點 每天買每天買每天買 每天買的目的在幹嘛 等到漲上來跟你講說我最低點我買 你前面的股票呢 都跑去哪裡 不見了嘛 是不是 好你再仔細看啊 那結果今天是動到偽創嘛 對不對 偽創今天呢 你留上影線嘛 你來仔細看喔 偽創現在成交量18萬多張 今天最大量在哪裡 同學你注意看喔 最大量都在100塊左右 有沒有最大量是最大量的排行嘛 全部都在100塊左右 這代表什麼 你來到百里上啊 這上面的人就已經準備要準備 先解套賣壓就開始出現了啦 所以如果說這些個股啊 你沒有持續大量往上攻的話 我跟他講喔 這上面層層的套牢賣壓 還會造成什麼 有些股票還是要走震盪啊 我也想買AI啊 但是目前看到AI的這種情況 這種結構跟這種籌碼面 不急啊 但是你從今天整個牌面一些高價的個股 又漲多的股票 他開始賣嘛 賣掉之後呢 最起碼你那個低檔的股票有稍微動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最近在做移轉啊 我說嘛 這移轉的目的呢 準備為12月做這樣行情再布局啊 所以你說你要怎麼做 我這人就跟他講喔 11月先低接嘛 我們等12月收割嘛 既然這個牌目前還會震盪 我預計啦 到攻擊下個禮拜的攻擊時間 這段期間裡面應該還是會震盪 所以你不用急啊 慢慢的我們現在低檔的時候 我們先進檔去買嘛 所以呢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啊 我們先前兩天的時候 我們先買第一檔嘛 有沒有精彩嘛 第一檔先買啊 今天還讓你看到盤段 讓你看到創新高啊 對不對 你先把你成本壓低嘛 當你把成本壓低你不用急啊 你又不是去追高 你又不是去買一堆 慢慢買啊 盤面有攻擊之前你急什麼 我跟你講現在這盤面你沒有看到主流啊 主流在哪裡 難道AI嗎 沒有啊都沒有看到主流啊 現在很多個股只是跌升潭 跌升潭而已啊 那跌升潭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找最穩定 而且呢 最有機會成為法人做帳的股票 先做低接啊 所以我前兩天就跟他講 我們先低買一檔嘛 這兩天呢讓你看到 都在走高嘛 當然盤是比較震盪啊 然後呢接下來呢 有些個股整理之後 還有機會再往上衝 因為他位階夠低 那除了這檔個股之外呢 我今天幫我們的小資金的會員 進一檔股票 同樣你從位階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我帶你買的股票 都不是那個漲上去的股票 漲上去要創新高拼命叫你追 我跟你講那對你沒有幫助 所以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我會幫你找尋什麼 在低檔 而且呢 股價的籌碼面已經經過 已經經過清洗過後 沒有融資斷頭的問題啊 然後呢 有些個股打下來之後呢 他的本益比偏低嘛 他股價的有30個價值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 本益比只有5倍的股票 這是屬於12月 法人要做上的個股 所以有些個股在底部型態的時候呢 我們先開始慢慢低接 先低接 只要你成本把它壓低之後呢 後面只要移動 我跟你講喔 後面都是你在賺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有些個股現在不是叫你追高喔 現在是怎麼樣在底部去找尋 有價值的股票 而且是法人要做賬的個股 就是這樣子做啊 我怎麼做 每天漲停都你的 怎麼可能 這幾個月你已經被搞得多慘啊 真的啊 每個老師都笑嘻嘻的啊 你看我大賺我大賺 台北股市啊 從高點啊 跌下來跌的差不多快1500嘛 結果每天都大賺啊 每天都笑嘻嘻啊 問題是 你手上的個股 你就是面臨到融資斷頭的壓力了嘛 不是嗎 那一跌翻天啊 結果你還看你啊 老師每天跟你講大賺 我跟他講喔 這種講法都幾乎是什麼 那印證了一句話啊 那叫做什麼 不要臉天下無敵啊 真的不要臉天下無敵啊 每天笑笑的啊 我跟你講笑得越開心的人喔 這種人喔 越是不要臉 就代表著說啊 他對會員是最狠的 為什麼都根本不管會員啊 他才會有這種心態啊 我老實講 有時候我們在解盤過程裡面 稍微有點出乳 或我們稍微 操作稍微有一點點不順 我們上節目都會不好意思 你有看那些老師不好意思嗎 那會員股票都已經融資要斷頭了 結果每天還笑嘻嘻的 所以我要跟會說啊 有時候你在選老師 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啦 如果你每天要去追逐那種漲停板 我說就要你自己追就好了 不是吧 所以說 越是不要臉的老師啊 那是對會員越狠的老師 這句話記住就好 不信你慢慢應徵 要參加你自己去參加 ok好 除了個股我們開始慢慢佈局之外 再來呢 我也跟大家講嘛 指數能賺我們要繼續賺啊 像昨天啊 昨天月盤我們抓高點去空嘛 我不認為現在是攻擊盤 我因為還會震盪盤 震盪盤有高點會放空 有低點會去買進 所以昨天我們先去抓它高點 16760附近這地方放空 指定最高來到16775嘛 對不對 今天找盤指數打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獲利調整 先賺50點 你看喔 最近我們這樣的做法 高檔空嘛 流倉 隔天有低點一補 就100點 有時候當沖高點空 一疊下來 這樣又100點 有沒有 這樣子一下來 就150點 操作之後流倉 隔天又賺95點 有沒有 現在個股都這樣 我們操作都這樣啊 這樣一下來 就100點 所以不管指數或者是個股 我們都盡心盡力帶各位操作 所以呢 如果到這個時間點 你想要去掌握12月份的作戰行情 你又不想買一堆 你又不想說 每次那個漲上去的股票 都拼命叫你去追的 我建議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這個時間點 我們有一個搶救資金大作戰的計畫 那你認同的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運達投雇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股這兩天是漲 但是空間已經開始不是很大 所以這裡稍微有點震盪算合理 尤其從結構裡面來看 我今天就解釋過了 目前高低未接的個股 他們資金正在做移轉 法人會有這種移轉的動作 最主要是為了12月的行情去做準備了 所以目前的操作策略就是 11月先低接 12月我們去等收割 但是這個低接你要了解到 到底法人要做這樣的股票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陸陸續續去 布局一些低檔的個股 好的股票 這地方我會建議你先低檔先買 先把你成本壓低 好不好 那你能夠認同我們的操作 歡迎你一起來 11月你先低接 12月你會收割 OK 搶救資金大作戰的計畫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認知 帳戶 公司 頁